2012年的12月18日,是第一批米粉的诞生日,也是颠覆传统营销模式的开创日,这一天雷军也创下了行业神话,5分钟内30万台小米一全部售庆。 成功是需要运气的,幸运的是雷军成了其中一员,但成功更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,1987年雷军考上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系,进大学第一天的晚上,雷军就赶到教室上玩自习,那时候武汉大学是当时国内最早一批实施学分制的大学, 按照学校要求,只要修够一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。 而对自己严格要求的雷军用了两年时间,就修够了所有学分,还完成了大学的毕业设计。 让雷军真正露头脚的是,他在大一边写的Pascal程序,等他上大二的时候,被编进大一的教材里,用来教导学弟学美。 后来,雷军不知道从那搞来了一本,《西谷之火》,讲述盖茨,乔布斯几位大佬早年创业传奇,热血青年的雷军深受触动,幻想自己也能和这些创业者一样成功, 雷军曾说,我深深地被乔布斯的故事所吸引。 那时候他手里还有点钱,当时在武汉大学,雷军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,他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奖学金。 从挑战者大学生科研成果三等奖,武汉大学三好学生标兵,光华一等奖学金,两次湖北大学生科研成果一等奖,而且雷军的家庭环境也还不错。 大四的时候,雷军受《西谷之火》,影响旧木深创办一个自己的公司,这就是雷军创办的第一家公司,三色公司。 后来雷军说,自己当时就是看了这本书,想着别人可以大学创业,自己为什么不可以,也没想着谁来投资,公司要怎么运营。 公司一开始就度日为奸,别说公司运营了,就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,有时候甚至面临没饭吃的局面,有一次大家坐在一起面面向去,然后有一个人就说,他可以去找食堂的大师傅打麻将,去赢点饭票回来,不过别说,这位仁兄果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,麻将打到溜到家。 还真赢了很多饭票回来,后来只要一枚饭吃,雷军就让他去找食堂大师傅打麻将。 可是也就撑了半年,就再也撑不下去了,雷军就把公司解散了。 后来雷军就通过这次创业总结出了三点,一,要有明确的盈利模式。 二,要有前瞻的市场意识三,要有一定的团队管理能力。 也正是因为这次创业失败,雷军想明白了很多问题,也就促成了后来小米帝国的建立。 所以不是说成功不是一蹴而就,即使那些商界大佬也是失败了,总结经验,跌倒了爬起来,继续上路,那么我们又有何理由不努力。 咴时危上去 接下来 这次创业长